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部兵团换防到陈特军的查塔姆 从那里部署到印度 12月重新编组为青部兵团 重新获得第13萨姆赛斯军团的封号 第一次英勉战争期间 第13部兵团部署的加尔德塔 1823年6月 缅甸军队进攻英国保护之下的阿萨姆邦的CACHA 1824年3月5日 英国正式宣战 第13部兵团参战 直到18 26年2月 签署行战协定 阿瓦王朝割地赔款 东印度公司大获全胜 尽管缅甸军队最终也是落在一个割地赔款的结局 但是 他们敢于和强大的英军互偶 战争持续二年左右时间 还是显示了较强的作战能力 这与同时期的清朝军队与英军的战争相比 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展开全文图著 1866年第13部兵团起手和军官制服 1826至1838年 第13清部兵团在印度担负防卫任务 驻守在贝兰布尔 达内布尔 阿格拉等地 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 英国成立印第安座军对抗俄罗斯的扩张 第13清部兵团参加了侵略军 1838年11月 被其他部队整编 1839年3月开进阿富汗 4月攻占砍大汉 没有遇到抵抗 7月 第13清部兵团参加古兹尼战役 8月作为占领军驻扎在许昭王国 1841年10月 参与镇压反对许昭王国叛军的战斗 但是11月事业政权还是撤退到贾拉拉巴德 城市遭到围攻 但是 第13部兵团在罗伯特赛欧爵士的指挥下 击败阿富汗部队的围攻 1842年8月26日 第13部兵团 在贾拉拉巴德整编 埃尔伯特王子提供了资助经费 批准使用他的名字冠名 第13部兵团 编成第一萨默塞特郡埃尔伯特王子